詞曲 李宗盛 下一生最美的祝福 就是我的師兄耶穌 這不是這樣的祝福 就是高興的祝福 走在高山山谷 他會幫我通信我期待 這是最美的祝福 在故事的意願裡 我要相信我神秘 我沒有暗電 先行到我真實地見到你 我提告神秘 我要领覆在美麗 要领覆在美麗 很喜歡詩歌的結尾說 這一生最美的祝福 就是認識主耶穌 我要見證 認識主耶穌 真的是我家一生最美的祝福 小時候逢年過節 家人團聚的時候 我們家免不了的就是 吵架和嘆息的聲音 雖然那時候我不明白 但我真的不是很喜歡那樣的環境 可是有一天 我們家人認識主耶穌了 並且將他介紹給我們 所以我們家開始慢慢接觸主 也來過這樣的教會生活 漸漸的我們家人聚在一起的時候 就少了這樣的吵架和嘆息 反而更多的是彼此的關心和禱告 感謝主從未想過我家會如此的和諧 這是在認識主耶穌之後奇妙的轉變 除此之外成了神家中的一份子 還能夠享受神家禮切的豐富 願你們每一位都能夠認識主耶穌 並且簡單的接受這一生最美的祝福 這一生最美的祝福 求新能認識主耶穌 這一生最美的祝福 求新能信靠主耶穌 扭抱扭 我將在高山社洋戶 萬二如果你把我同行 我記得 这里是最美的祝福 沒有 與否 這是我們為相關想更多達成にな 一切就是要 cuts